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会感觉到全身疲倦无力 喉咙痛 轻微发烧 以及长达数周甚至数个月的咳嗽 有少数的病人会有严重肺炎 气喘发作等严重的并发症 而农历年就快到了 两岸民众往返增加 要如何预防酶浆菌的传染呢 避免飞沫传染 需要勤洗手 戴口罩 咳嗽或打喷嚏时 可以用纸巾盖住口鼻 并且马上丢弃 也可以用上臂或手肘来代替 不要直接用手掌阻挡 大多数被感染的人可以自行痊愈 不过如果出现咳嗽合并胸痛 连续高烧超过三天 呼吸困难 精神差 进食困难等 就要赶快到医院检查 不要拖延 美将菌肺炎的传染力极强 即使已经去看医生再吃药 也要避免亲密接触 最近气温下降 新冠和流感疫情也都在升温 预估明年一月中旬会来到最高峰 请民众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健康 近来呼吸道病毒肆虐 诊所后诊区满满都是病患 机关署公布上周全台 类流感门急诊就医达八点五万多人次 创三年同期新高 已先病毒占四成最多 其次是流感病毒约占三成 并新增一例流感死亡病例 个案为北部六十多岁男性 有癌症病史 没有接种本季流感疫苗 十二月中旬发病 一周后病况恶化 就医当天不致死亡 另外新冠肺炎并发症与死亡 也双双创两个月以来新高 上周新冠并发症 新增三百二十六例 死亡则有三十七例 机关署表示 国内已经正式进入 第五波Omicron疫情 而且不排除正在国际间 窜起的新变异株 JN点1 也就是Omicron BA点二点八六 变异株的第二代亚分支 在台湾也有机会取代其他变异株成为主流株 并在明年一月中下旬达到最高峰 新冠疫情在中下个月的中下旬 会达到高峰 所以我们Omicron新冠第五波的疫情 很有可能在一月中下旬也会是以这个JN点1为主 机关署提醒岁末年终之际 跨年尾压和选举造势等聚会活动多 如果人潮聚集 而且无法保持适当距离 或是通风不良场所 与年长者或是免疫低下者接触时 建议要自主戴上口罩 并提前接种流感疫苗 新冠疫苗和肺炎炼球菌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记住那说明陈昌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